哇 这里漂亮啊 变化颜色 嗯 还能变颜色呢 有点意思 还有30公里 是老师傅吗 嗯呀 这怎么还反光呢 看那衣服呀 我老师傅已经来迎接来了 看到没 啊 拉里面啊 他那衣服真反光 停哪块啊 停这儿 那里有水 好嘞 有没有水 我不告诉你了吧 那我能倒进去吗 推进去啊 推呗 这车清反正啊 好好倒 好 别多 倒 被开饭 把洞弄摆好 还有洞呢 那个呢 有一个车的 都在边上的 藏起来的一个 本来是在这儿的 这洞真清啊 这不为了轻便嘛 嗯 可是肯定我那 好像这个凳子 竟然没有我这个凳子沉 不是 你那车 你那凳子买的不合适 这个凳子你买的 你喂的 省得超重啊 哎呀 从家的感觉啊 真是好啊 他终于不用吃泡面了 这儿呀 走一顿泡面 又一顿泡面 可在泡面上家吃呢 来来来来 来来 给他吃饭了 我不吃了 我吃完了 啥时候吃完了 我吃完了 我都吃完了 我都吃完了 那你还吃 师傅 我这不得 你妈说要打扰你 陪他们喝点吧 这事啊 我为了这意思 你还行死我 他就喝酒啊 太硬似的 红山白雪 这俩同好 红烧肉 小鸡炖蘑菇 还有老妈做的鱼块啊 都是硬菜 同好可以 来来吃饭 吃饭你俩干啥呢 真饿了 中午都没打吃了 这等着就对面了 这个菜你俩什么吃过 没有 正宗的东北菜 啥呀 小鸡炖蘑菇 那没吃过 那蘑菇有什么蘑菇啊 这个菜吃不喜欢啊 同好 有点野菜 也同好的味道是吧 来来来 你俩干啥去 我们俩 先吃好吃 干杯 海南欢迎你吧 嗯 庆祝你们买新车 那我没方便抱呀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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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烟花吗 吃鸟 我一看你们的车 在搬哪儿 我就看着 你们连个红花都没带 要带红花了 我就给你们买饼包 是不是 那个 一个大土的红花 煎在前面 嗯 啊 来师傅 你刚才喝一杯了吧 有没有一杯咖喃 我下一站挺饿的 休想看 让你儿子歇了去 一千八百公里 你开玩笑的 几天走到的 前天下午 半晚四点多才走 那你三个司机开这么远 那还能咋去啊 哪呀一个半都不到 嗯 蛮啥一千八百公里 你连五百公里不能开上 哎呦 哇 最长的就是平平 坐了一千八百公里 哈哈哈哈 就是啊 你先练一下啊 也可以看 看好你 酒足饭饱 老爸老妈已经睡了 然后 我们洗了个澡 铺了铺床 我的床也铺好了 去看看两个小姑娘睡了没 去串个门 这个 他们的车也是跟我同款的 也不能说同款 人家是高配的 哎 顶配啊 哈喽 哈喽 还没睡啊 没有 咋的窗门啊 过来看看吧 这是你的房间 嗯 房间没我的房间大呀 我的一米五的床 我不要那么大 我又不胖 我小几个儿够了 我说你太胖了 没有一米五 我睡不着了 你 半夜还吃啊 不刷牙了吗 刚才看见 穿个睡衣 啊 这是我们婷婷的床 这么一个单人床 哎 这么一个人睡挺好的啊 他这边放了一个化妆的那个盒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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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 你这是啥东西啊 它这里面是个灯吗 假装自己是火苗来烧烧的 你这个啊 你这个其实啊 放床头不碍事吗 不碍事啊 我这里可以放东西 放手机 不是你也可以放这儿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个子一半的床就够了 应该 那你咋说 我桌子不用放下去 我能睡呢 真的 他这有两米二 嗯 你有一米四啊 我一米 不是 就算你一米五 啊 他这块有两米二 你还有七十公分的 七十公分在这儿呢 哥们看到没 你这边可以放很多东西 你可以放个大柜子 嗯 但是我这里放东西的话 我手机充电就可以放上面了 你可以再往下放 前面上面放 再放个就是 你头可以放到这儿嘛 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脚 脚往下放嘛 上面还可以 这里可以放个柜子什么 对 我感觉是不是那个抽屉 什么的方便一点 你可以研究一下 把点水放 把点水让它走了 把它睡着了 我走了 你们早点睡哈 嗯 再见 拜拜 拜拜 这老师傅好像还听啥呢 你这帘都拉了 窗不关呢 啊 打完水 打完点睡觉 哎 帝也没擦 船先上吧 嗯 经过了多长时间 我算算啊 我们是前天 前天的下午 四点 四点多 从江西的上饶出发 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半 我们赶了一千八百公里 而且还坐了轮渡 到达了三亚 所以速度还是蛮快的 中间让那个谁让萌萌开了 它有个大概四百公里 四五百公里吧 我开了一千三百公里左右 略微我能换一下呢 还是舒服一点 如果全程都是一个人开的话 确实挺累的 嗯 把老爸老妈这 扔这有个十六七天 哎呀 也是欲心不忍呢 但是要回去看儿子 所以马不停止的赶来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两天修整一下 然后让他们适应一下 然后修整个一两天 然后当地呢 还有一些事情啊 一些车友啊需要帮忙啊 帮他们有点小忙帮一下 然后我们就下一站了 下一站去 可能会去东方啊乐东这边 然后继续我们的这个海南的环岛游 然后一直玩到海口 到月底吧我估计 月底可能就要出岛了 然后去广西 广西完了之后是云南 云南就是云南完了之后就往上了 往上应该是哪里 四川吧 四川成都 嗯 然后看看要不要去西藏 基本上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路线 哎 带着老爸老妈继续我的边疆万里行 回来因为我老妈做好吃的了 所以想想都是幸福的 嗯 好了 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载警图 我是岛主一直在路上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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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